2014年10月6号 欢迎收看百革时事为你整理的各报评论 首先是新中日报的评论 躲不掉的上涨压力 张绍敏在新中日报随私遥想专栏写道 在汽油突然宣布涨价 消费税即将在明年落实的当儿 面对涨价的问题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应对 唯有努力赚得更多 如果赚得不多 那也只有省得更多 虽然政府说明削减燃油津贴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会增加一码援助金 减轻人民的负担 而事实上援助金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还是被滥用了 这些都是无从追查的 他认为说 政府现在的津贴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因为政府没有授予人民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鱼 要想永远有鱼吃 就必须学会钓鱼的方法 而这一个方法 政府已经授予有需要者了吗 下来是中国报的评论 未来的变数 陈元凤在随民随主专栏中 点出民连和国阵 随能走得更开放的路线 未来就能赢得天下 他说国阵在独立前的结盟 能起到稳住民心的作用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与时俱进 特别是巫统过渡和无底线的强势态度和施政 破坏国阵的内部和谐 最终导致民怨四起 选民酝酿者要改朝换代 反之民连的盟友中 只有伊斯兰党是单元种族政党 行动党也慢慢开始走向多元种族政党的路线 近日也有年轻马来友族宣布加入行动党 他点出在308和505后 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已经有所改变了 而政治领袖需要开始走向多元思维的路线 谁还在玩弄种族情绪和玩弄种族主义 最终一定会被人民摒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